大家好我是酸 所以今天這個是一個 很詭異的更新檔 主要大家要看的重點是這是一個愚人節更新檔 所以基本上是一些 比較偏向迷因類的東西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這個 偏迷因的更新檔吧 那第一個更新 移除牧師節 所以歷史上因為牧師就是 一直都有一點 怎麼講定位不明或是 被稱為九大職業裡面就以前只有九個職業裡面追憤的職業 所以這個移除牧師職業原因就在這邊 然後第二個是 這些卡牌在所有賽制中都禁止使用 靜咒古術靜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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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所有靜咒系列都 不准用 因為靜咒開頭就是 就是禁忌的東西 OK 那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手中同時存在古尾丹之爐 兩個古尾丹之手 和兩個罕見的古尾丹之腳 那敵方就立刻被摧毀 這個很明顯就是 在致敬黑暗大法師啊 那如果說你們 遊戲裡面是真的有古尾丹之爐跟 古尾丹之手的 不過沒有古尾丹之腳 對 OK 這超憨的 然後接下來是 所有玩家都被賦予一個 一枚金幣 所以這個是 反正以前有一個惡搞就是說 如果想要讓勝率打到 雙方先攻 先手後手都 想要讓勝率打到50%的話 那你可以 把先攻跟後攻玩家都給一枚金幣 基本上就是讓先攻玩家變超強 然後你勝率就自然會是50% 因為大家都50%的時候會 先攻 之類的 反正都是一些很 這些都是一些很詭異 不然就是很爛的 更新啦 OK 然後以後就 以後不會出 再推出每年主打三個可收集卡牌系列 就是現在 每四個月有一個新的系列嘛 然後 這次除了全新改版內容之外 我們會推出巨無霸系列 這些系列會包含135張卡牌 然後會在兩次的迷你系列之間登場 所以基本上跟之前一樣 不過 迷你系列會變成 因為 有迷你系列 所以有巨無霸系列 所以就 對 就是 意義不明 很憨 喔 我再重申一次 這是與人節的更新檔 所以大家 不要緊張 OK 那接下來是新關鍵子 雙重嘲諷 雙重嘲諷是 擁有雙重嘲諷手下 能夠保護有嘲諷手下 然後你必須要摧毀全部的雙重嘲諷手下 才能攻擊嘲諷手下 這是一個 很詭異的關鍵字 草寒 然後再來是 套牌欄位的數量降低到9個 然後 這是 提高套牌欄位的數量之後 我們發現 玩家好像有一點困惑 所以 原先他們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盧氏其實維持 9個套牌欄的欄位 維持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到最近才變成27個吧 還是多少個 所以 然後大家其實就一直想說 為什麼沒有更多的 套牌欄的數量 或什麼有的 沒的 然後 額 我們最後才 變多 那時候他們其中一個 維持9個 套牌欄的 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如果套牌欄變多的話 那 玩家會變得非常困惑喔 OK 所以這有點在 這有點自嘲的意味啦 其實還滿不錯的 OK 再來是平衡性更新 這是動物夥伴 然後舊版是召喚一個動物夥伴 然後新版是召喚李奧克 然後 這邊開發者被註施 雷克薩爾終於下定了決心 選擇自己最 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寵物 所以他們要調整 調整動物夥伴 這張卡牌 忠實呈現這一點 反正基本上李奧克是一個 大家都 就是公認最 最弱吧 一般來說是最弱的動物夥伴 就是很憨 因為 另外一個豬豬跟另外一個熊熊 其實都非常強 三非四四嘲諷跟 視而衝鋒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那個 卡圖改變了 造一個李奧克 OK 那接下來是這個 荷蓉 荷蓉怒拳 這是 舊版是四廢 就是攻擊力 4點生命4點 然後變成攻擊5點生命1點 那這個其實 如果不仔細講的話 大家不大知道為什麼 知道有什麼梗 那 基本上因為這個是 Core Rager 就是它其實是Rager系列的牌啦 那其實Rager系列的牌 就是這種憤怒者系列的牌 其實在爐石裡面有一系列的 這樣的 怎麼講 歷史性爛牌嗎 其實大部分的他們體質線是在 351的這個體質啦 應該都是狂怒者 所以其實中文翻譯應該是看不出來的 就是這個最經典就是熔岩狂怒者 這張卡是在 那個教學的關裡面他們特別做的爛卡 來教導玩家說這張牌其實是一張爛牌 不過就是 歷史上他們就出了各種狂怒者的系列牌 然後大部分體質線都是 長 這副德性都是351的體質線 然後還有這個315的體質線 他們真的出了超級多 然後有點可 有點憨的地方是在於這個 熔岩怒犬 他們那時候其實也是這個 狂怒者結尾啦 都是Rager結尾 不過他們那時候卻沒有把這個狂怒者變成 511的體質線 然後 其實有點錯過這個機會啦 所以就對 講了老半天 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他們其實 以前有一陣子每個資料片其實都會出一個狂怒者 就是算是一個詭異的五一體直線的牌 這也是黑階英雄的 OK 下一個 接下來是這個麻風援軍 舊版是 直線任務然後 然後新版是會 連續三個回合使用R的 表情語音 我是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遇過啦 不過我以前遇到這個的 就是因為其實任務烈或是 應該是任務烈吧 或是一些英雄能力烈人 他們其實都會帶這張嘛 然後基本上 他們 就會一直 刷表情符號 就會一直刷 阿牙之類的這種表情符號 然後讓 你覺得很煩 因為那個麻風援軍出來之後 其實很難處理 我也不知道 OK 再來是 歡迎塔姆星 然後 這個是改版是你的 衝鋒手下擁有加一攻 這個應該是在 講他們以前把一張牌 nerve的很慘 找一下 以前這一張這個 戰哥指揮官 戰哥指揮官 以前是 這現在是召喚另一個手下之後會賦予該手下衝刺嗎 然後以前是 會賦予 就是你的 衝鋒手下擁有加一攻 我記得就是完整就是 這條詞綴 然後基本上 他原先是會給別人衝鋒 然後就超強 然後變成你的衝鋒手下擁有加一攻 然後就弱到炸 就是有些牌組變得完全不能玩 就是 什麼 以前奴隸戰就是 關鍵章就是這個戰哥指揮官 然後 之後 他被改成 衝鋒手下擁有加一攻之後 那張卡就直接廢掉 所以有點在講以前這件事情 基本上你必須要知道很多如是和歷史 才能夠 才能夠 知道這些牌的 一些 典故吧 喔 這邊其實他 那個英文 還有多一張嗎 英文這邊還有 這個 提卡特斯 提卡特斯被buff 他是說 他說 他會從移除五張變成移除十張 然後被腐化之後你的 對手整副牌組都會不見 他說我們覺得太多人都在 抱怨提卡特斯 然後我們也很同意 所以他們增加這個牌組的 負面 效果 效果 基本上就是 讓他變更強 OK 就有時候他們其實buff 更新的時候 有時候 改動一些費用反而 讓那些牌變更強 其實是挺憨的 OK 再來是 凱恩日怒 這是 重鋒 然後 你的對手擁有 嘲諷無腹 這個 我也不知道 知道梗在哪裡 反正就是 另一種說法 不過 這種說法就 超級詭異 超級不通 你看這英文就是 Your opponent has taunt 是一種比較憨的說法 非常詭異 OK 然後 笑斗龍 然後現在笑斗龍會根據你在本賽局打出的戰狗卡牌 不斷更新自身的遊戲內文字敘述 這個 超級不科學 因為笑斗的那個 遊戲內文字敘述會變得落落長 超級多 我們可以看這邊的 這個 就密密麻麻的 呵呵 超級漢 密密麻麻一大堆 就是其實盧石也是一個很詭異的遊戲啦 因為 他們 其中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 跨平台多語言的遊戲 所以其中一個挑戰是要想辦法把 自塞在這個敘述框裡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盧石跟遊戲網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 盧石比較少會出現這種落落長密密麻麻 效果1效果2效果3之類的 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就是還是會很節制的利用這個 就利用這個 這個欄位的格子然後來做 就是等於說他卡牌效果就被 這個 欄位的格子 欄位的字數來限制 而且還是多國語言的多重限制 像是我記得以前那個 有一張牌就是會讓你自己縫 縫野獸出來的 那個其實就在 你爐石裡面有 非常多的問題就是製造殭屍獸這張 而且 知道開放之後你的殭屍獸還有 你開放 你那邊上的那個殭屍獸的 野獸的數量還變更多 所以導致 詞綴變得越來越困難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也不大可能一直更新 好 下一個 實權巨魔 法力消耗6 然後667變成 法力消耗4 攻擊17 然後重新命名為 敷衍無面者 然後 卡牌敘述為 巨魔超載2 自從 獨十戰記盤古開天以來 實權巨魔一直在 牌組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不想直接剔除這張卡 因此決定重新設計 這張卡改變成薩滿職業的卡牌 然後能夠限制其他直接使用這張牌 對 依舊太強 賦與他 巨魔超載2 這個缺陷 所以他不能放到每一種人了 好所以這個 在同時在講 不同的兩件事 所以實權巨魔就是 也是 算是 歐美社群裡面的一個 梗吧 因為他 以前其實他是一個 很強的牌 對 在經典的那種 遊戲剛出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 很強牌 然後 競技場 你幾乎必選這張 真的 幾乎 就是蠻常選這張的啦 因為 稀有度的關係 他在這個稀有度其實是一張好牌 然後 可是 大家可以知道 隨著遊戲的進程 一個66700版 基本上已經 不夠好了 就是 我們的六費卡 必須要能夠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 所以 對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人在用了 好 這邊 右邊這張 四費七七 巨魔超載2 這張 是在說 另一張牌 也就是 可以清楚的感受到這個 遊戲的歷史吧 或許可以講 負面無面則 就是 我們可以在左上角看到這張超載2 然後四費七七 所以基本上這兩張就是在 體現遊戲的 隨時時間 那個 有點一直power creep的感覺 就是 同樣費用或是 同樣體制的牌 可是費用卻一直下降 強度曲線一直上升 這就是一個 蠻經典的例子 複雁無面則是真的一張超級強牌 那時候 薩滿 基本上 就是靠這個複雁無面則長大 甚至因為這個複雁無面則非常的 多人在用 甚至還會出什麼 還會出一些把七費手下幹掉之類的牌 我以前 對啊那是什麼 槍手之類的 我以前那張把七費以上手下幹掉牌是一張 三費牌 所以就 還是有差 他是變成四費是不是 不過現在基本上已經很少人在帶那張了 那是一個比較多巨人Meta 這王牌獵人 比較多巨人Meta才會帶的牌 扯得有點遠 好 可是 其實你用王牌獵人把對面的 複雁無面則幹掉你 其實也沒有拿到非常多節奏 只是解決一個大問題而已 非常的詭異 以前那個Meta非常詭異 好 接下來是這個 毀滅巨劍 年回合開始的時候 召喚一個海盜 裝備一個戰士武器 然後發射兩枚 造成兩點傷害大砲 變成 年回合開始召喚重拳先生 裝備邪吼之斧 然後對敵方英雄 重量死點的傷害 基本上這是一個 毀滅巨劍的上限 就是變成是 超級多連傷 就是 重拳六點連傷 邪吼之斧 七點連傷 然後對敵方英雄造成四點傷害 就在四點連傷 所以這是一個 對面直接造成 17點爆發連傷的 combo 基本上毀滅巨劍的上限中的上限 而且重拳還有可能 讓你其他 在睡覺的那個 就剛出的海盜還可以直接靠臉 就是基本上20點爆發 就是有點在說現在這張牌 其實有點 有點小問題 因為他上限真的有點太高 就是17點以上的爆發 基本上是 連控制牌組都會覺得 頭非常痛的 東西 張牌真的 這個任務真的蠻強的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有龍奶大 將一個手下的攻擊跟生命 改為10 有龍奶大 有龍奶大之前是 長得 像 我忘記他幾費啊 來看一下 然後新版是把一個手下的體制 改 改為74 8費 OK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就改成1010嗎 這是原先有龍奶大 然後改成74是因為有一張死費牌 的 龍是74 這也是死費吧 在哪裡去了 這個 巨超龍 是一個74 反正就 對 然後巨超龍其實有一點是 自己也有一點是一個梗啦 因為巨超龍就是 基本上沒有人在用 那時候出這張 完全沒有人在用 不安哥洛 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料片啦 所以出這種牌其實是OK的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到底 安哥洛是一個非常深的資料片 好 接下來是 有蜜蜂 而且有蜜蜂其實 我們要了解這個梗的話 必須要知道有蜜蜂到底長什麼樣子 咦 他不是四費牌喔 三費牌 有蜜蜂 的英文有一大堆驚嘆號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就有beez 驚嘆號驚嘆號驚嘆號 然後 等一下這是開放牌嗎 然後基本上他們有點在 取笑這件事 因為 呃 他們就把他改成後面都一大堆驚嘆號驚嘆號驚嘆號 就選擇一個手下驚嘆號驚嘆號 然後召喚四個EE 蜜蜂攻擊他驚嘆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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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一個蠻詭異的事情啊 就一開始 他們 決定要讓這張卡有一大堆驚嘆號 然後 其實中文卻沒有一大堆驚嘆號 中文沒有致敬這一點 然後其實 就讓射 遊戲 讓大家都覺得很 很憨啦 就是為什麼到底要 有這麼多驚嘆號在這張卡牌上 就他們原來是想要 突顯 好像 這些蜜蜂的極吐星還這麼貴的吧 然後 對 然後變成全部大寫然後驚嘆號 就是 那時候是一個很詭異的事 中文沒有 沒有跟他一樣就是 好 那接下來下一張是這個幻光族夢碼 這是一個 四廢的碼 這張 然後從 3-3改變成2-2 然後 然後 這張碼 他們是說 獨角獸墓的 獨角獸墓師的強度遠超乎預期 雖然沒有人可以預料到會出現這樣改動 因為還沒有人 想出這張卡到有什麼用途 但我們認為要防範於未然 所以先削弱以求保險 那這邊其實有提到一些 東西啊 就是想說獨角獸墓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獨角獸墓也是以前的一個 算是梗吧 因為有 以前有一長串 很一長 很長的時間裡面 牧師其實定位都非常的不明確 然後 就有 那時候遊戲的製作人Ben Bro 就是說 可能會有獨角獸墓這類東西 就是一個 很神的牧師牌組 然後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 他是有強度的 然後 大家就開始 嘲笑這種 想法吧 因為就是 剛才根本就沒有人找出這幅牧師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 為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鬼 這樣 然後 所以 原先印章卡的原因好像也是因為 那個 也是跟 這個獨角獸事件 獨角獸墓有關 我不知道確定 不過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他原先就是 一個獨角獸 然後應該就是在致敬這獨角獸墓的事件 然後 他其實跟獨角獸 墓 或說跟牧師也沒有到特別buff啦 因為 4x33體質 現已經 夠糟了 然後你還要再把 再把 那獨角獸 4x22也會不會太慘 這是一個 超級憾的事情 獨角獸墓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件蠻有趣的事件啦 相信那時候的 玩家都有 因為牧師 因為牧師就是 一長串日子裡面都沒有訂位 我記得我有個朋友甚至是因為 他有一個每日任務是牧師 然後他就 他就棄game了 他就棄坑了 OK 那接下來是這張 吉恩 格雷曼跟 10月巨蟻巴庫 然後原先是 9費跟6費變成 8費跟5費 然後他們說 這個 這兩張應該要被buff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基本上你如果把 真的這樣改的話 這兩張會變超憨 因為原先這張卡 是 偶數牌組的卡 然後 你把它變成 激素的話 他的牌組裡面沒有辦法 他自己沒有辦法觸發自己 所以就是一個 超級憨的設定 那這個 8庫也是一樣 你把9費改成8費的話 他自己沒有辦法觸發自己 就是 完全超憨 就你帶他自己 就會讓他自己的牌組 直接 原地爆炸 超級憨 然後基偶牌組在開放 其實理論上還是 有一定強度啦 基偶的 強度真的超級高 然後導致基偶系列 其實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是 早一步退還 退還金 早一年退還金 之類的 OK 那接下來是這個 狼人由頭老 6 3變成64 那 狼人由頭老也是一張 超級憨的牌 就是 這張牌出的時候其實被 被大家詬病說他是一張 就是 完全沒有 效用的卡 然後他都很幹這張卡 為什麼你要出狀 完全沒有效用的 爛卡 因為他體 他的血量真的太低 然後 就是 攻擊力雖然高 可是真的完全沒有用 其實有點像 就是一張爛卡 有點像之前那些 狂怒者之類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是 就把他變強一點 呵呵呵 不過這張卡就 目前還是沒有任何人用啦 雖然現在他 就算 464的白板 好像體質還不錯 不過現在 市費通常 就通常 現在你整副開放牌組裡面 每張牌 都要 就你不能只是因為他體質好就把他帶進去 之類的 反正這也是以前的一個事件 好 那接下來是這張回音軟泥怪 回音軟泥怪 重新命名為 僅限 該回合的回音軟泥怪 那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回音軟泥怪 如果你有用過這張卡的話 就知道 呃 等一下這什麼鬼 等一下我看一下 回音軟泥怪有點 憨啦 就他只有回合結束的時候才會 才會叫一張他自己 軟泥 我猜大概一開始很多人以為他會 他會一直叫 叫他自己 等一下不是這個回喔 以前大家以為他會一直叫自己啦 不過他其實只會在 一個回 他只只會叫自己一個回合而已 所以這張卡其實超級憨 這張卡超爛 所以 他就變成只有這回合會重複召喚 就是 超爛 我忘記有沒有辦法讓他 這個戰吼多重複一回合 好像沒有辦法 不過 以前的想法就是你 你打張牌出之後 然後你 給他上一堆buff 然後他就會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再直接再複製 可是問題是因為 一方面是因為只有一輪 然後一方面是因為 兩費一二的 體質限 其實非常之爛 所以理論上他是一個 兩費二的死 可是 在以前那個meta那樣子是 就是沒有到很好啦 應該非常爛 因為以前沒有像是什麼 聖氣聖之類的東西 搞不好現在這張在聖氣聖 或許 還可以有一點表現之類的 不過在開放的話太多 比他神太多的牌啊 反正就是 張牌非常的爛 而且 理論上大家會以為他會一直召喚他自己 結果並不會 OK 然後接下來是 戰場軍官 戰場軍官變成是 兩側手下勇風怒變成是 消耗5 反應消耗5 然後變成敵方法術下勇會提高5點 那 這個東西 這555下勇會提高5點 其實是以前我們的一張牌啦 那 一些比較資深的玩家或許 知道這張牌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 憎恨者 這是一張非常強的牌 這張牌其實也非常強 直接能夠 就假設對面是 各種combo牌組 你基本上可以再多活一輪 除非他的combo牌組 並不用任何法術 那 就是 對 因為 基本上這個戰場軍官 戰場軍官大家 也都有點在抱怨說這張牌太強啦 我記得 他應該也被nerve過一次 因為原先是5費的樣子吧 對吧 所以 就 可是6費其實還是有些人在抱怨他太強啦 因為其實給兩側手下風怒這件事 其實是真的一件蠻強的事 然後你可以看到現在蠻多牌組都會 拿他放進一些 拿他放一張進來 然後有時候你就可以拿他手頭之類的 那 這其實告訴我們風怒是一個蠻強的職罪 然後 不過震撼者也是一件很強的東西 OK 好 接下來是 無邊黑暗 從 4費2020變成4費2022 那這又是什麼梗呢 就是 他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2020年出來的 不過現在是2022 所以就 變成2022 這是 對 很寒 好 接下來是 戰場系列 好 以上受到影響卡牌分解的時候可以有0%特殊有回 這邊有嗎 有耶 是好寒喔 OK 再來是 英雄戰場 魔術大師 魔術大師秘密 背牌庫護 灰心針爆炸陷阱 那 為什麼現在沒有爆炸陷阱 大家知道嗎 因為基本上爆炸陷阱只有一個時候會觸發 就是 你英雄被打臉的時候 那英雄被打臉的時候就只有你輸掉的時候 會在 觸發爆炸陷阱 然後打多 就是爆 你說 打對面連兩滴有用而已 所以其實超爛 完全沒有任何用 也沒有到完全沒有任何用 因為你可以 可能可以卡掉一些陷阱或什麼用的 不過 基本上超爛 然後 詹迪斯 有時候大廳中沒有任何延伸物的戰場 就是說 以前詹迪斯巴羅夫基本上都是用 魚Token跟野獸Token 才能玩 所以 假設你的 那個 大廳裡面沒有任何延伸物的 種族的話 基本上 大家都不會玩詹迪斯 OK 收證瘋狂星之塔 有時候會出現在英雄戰場的錯誤 因為他超爛 他現在真的還是超爛 他們大概應該要做一些事啦 就是 改變瘋狂金之塔的 那個 夥伴啦 或幹嘛的 好 接下來是前兩個回合中 這些事情都全部都不能做 不過基本上這就是一個 暗暗的梗 然後接下來是 迪亞布羅 重返英雄戰場 那迪亞布羅如果大家那時候有玩的話知道 迪亞布羅強的 強壺 強的 有點太強 然後所以他們就要在特殊戰鬥的時候把NERF他強度 從66點生命值 NERF成600點生命值 那基本上也跟有NERF跟沒NERF一樣 所以 對 超憨 就這樣 然後現在全部語言都擁有衝鋒 因為大家都一直在問為什麼老蝦眼會有衝鋒 所以我們決定針對其他全部語言比較判別以求一致 所以現在他們移除老蝦眼的原因也有一點是因為這樣啦 因為 就是衝鋒 詞罪大家 會覺得說到底在幹嘛 所以泰德才會換上來 好 這邊 修正錯誤 修正冰封雪原 釋放風寒有時候會導致遊戲當機的錯誤 對 不知道會啥 就是太冷了吧 然後 太冷塔斯無法被 法術的英雄 能力指定為目標的錯誤 等一下這什麼意思 呃 喔 太冷塔斯好像原先就不行吧 我們來看一下太冷塔斯是哪一張牌 所以他是一個七費十時的 的乳一牌吧 他原先就不能被法術的英雄能力指定 其實 呵呵 可能大家那時候會覺得很困惑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辦法指定他 好 部分帳號總是被批對到不利對戰的錯誤 就是大家總是說 說幹為什麼我又 我又遇到一個克武的牌子之類的 好修正露娜口袋銀河有可能會把 錢幣洗入牌隊的錯誤 這個就 這其實英文比較 要看得懂啦 就是 他的有點像四次元百寶袋然後你會把一堆雜碎放進去之類的 OK 那修正金卡不具有加一攻擊的錯誤 那 基本上以前有人 好像也有人提議過說金卡應該要 就是影響體質之類的啊 就多一攻或什麼的 不過很明顯是一個不好的建議啦 因為這樣子有些拍 就是 是金卡或不是金卡有點差太多 那你們或許會問到底金卡跟不是金卡 對遊戲到底有沒有影響 其實是有的 呵呵 其實是有的 是一些非常邊際的效應啊 而且要利用一些 金卡的那個機制 我給大家看 洗入吧 排隊 對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我這個惡毒銀行家是金卡 那以前惡毒銀行家 我記得有一些很邊際的狀況 你會需要知道那張牌是不是原先就在你的 起始在你的排隊裡面 因為有些是如果那張牌沒有起始在你的排隊裡面的話 那你就會把 把它降費 那惡毒銀行家可以把某一張牌洗入你的排隊然後再把它抽起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那張牌是不是在你起始 排隊裡面的牌 那其中一個辨別方法其實就是 你用惡毒銀行家 然後 就你的惡毒銀行家用金卡 然後另外 假設你要洗的是 我們假設你要洗 孔狼首領 那就用撲卡 所以你惡毒銀行家 你就洗孔狼首領進去 那洗進去的那張就一定會是金卡 所以你抽到的時候就知道它是 不是在你牌組裡面開始的牌 那有什麼牌有這種效果呢 像這邊有一個 降費 這個非騎士套牌卡牌效果 像這種地賣操縱者 這種降費效果就是 這一點 所以你如果要用惡毒銀行家來觸發地賣操縱者的話 那你其實就會想要有 金卡的 或者說一張金卡 就是你如果說你一開始帶金卡 那你就要用撲卡的 那個洗 應該說不行 你一定要是撲卡 撲卡的東西然後用金卡的 惡毒銀行家 洗回去 因為如果反過來的話 你洗回去的東西還是會是金卡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分辨到底哪個是 騎士套牌的卡牌 好啦 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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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詭異的狀況 好那接下來是劇毒蝎子恢復制 全盤生命值 那這個大家可能完全看不懂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 呃 就是 什麼叫劇毒蝎子恢復到 應該是有一張牌叫做 呃受損機械蝎子吧 還是什麼的 還是這張就叫做 好我不知道確定 因為這邊有說是什麼 把一個受傷的這個蝎子會滿到全部啦 我不知道確定這是什麼意思 回 回不到滿血 我不懂這個梗 呵呵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 呃把轟雷造成的傷害 低於致命傷害的錯誤 那 轟雷這個是 一張開放牌 也是一張蠻久以前的牌 轟雷也是一張被 搞得很慘的牌啦 因為他有點 他的range有點太大 他有可能是兩費打3 或是兩費打6 所以有時候轟雷 有時候 那時候有些 煞滿就是 你帶轟雷嘛 因為兩費打6太爽 然後 問題是有時候 你可能要拼那個打臉傷害 打頭傷害 然後轟雷 有沒有辦法把對面劈死就完全 吃運氣 呵呵 所以就 對 有點憨 有時候可能是4點 對面就死了 然後 就打3 然後對面就活下來 然後你就爆了 因為把所有的水晶都拿來敲到對面臉上 非常詭異的 這有點RNG太大了 那接下來這個 修正牧師有時候 無 無法產生多個靈魂之境的錯誤 現在牧師 每次都會至少產生一個 額外的靈魂之境 所以基本上 牧師有一大堆產生牌的牌嘛 然後 其中一張很噁心的牌 就是這張靈魂之境 因為他的那個 結場效果實在太好啊 然後 有時候牧師 基本上那種奇蹟牧啊 或什麼的 有時候就完全靠著這張 兩張靈魂之境 基本上對面就會直接爆開 因為你的清場 就突然變得太強 而且對面通常不會防你 再生成一張靈魂之境啊 所以這有點在講 這個 這個狀況 OK 重新加入牧師職業 所以 因為一開始把牧師職業移除掉 OK 好啦這就是 呃 今年暴雪 愚人節 更新的這個 全部的東西 大家可以 留言一下看大家 有沒有看懂幾個梗 在還沒有解說之前 或者有知道哪些梗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還蠻不錯的啦 算是比較 小品系列嗎 也是也蠻有趣的啦 只可惜中文沒有那個 中文沒有卡牌敘述其實還蠻可惜的 其實有漏翻一些的感覺啊 甚至好像有些 像這個受傷那個我其實看不懂 好啦 那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之後再見 掰掰 看到這個更新的時候 沒有4月1號 呵呵 分析